真冠之治 玄武门之变后 唐太宗即位 改元真冠 从公元627年到公元649年 真冠23年的23年间 是唐太宗统治的真冠时期 在此期间他历经图治 在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等方面 进行整顿和改革 这个时期的封建政治比较亲民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快 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 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时期 称为真冠之治 唐太宗是位很实际的政治家 由于他亲身经历了隋墨农民大起义 所以他认为隋朝历经二世而亡 是因为富裔繁重 官吏贪污 百姓饥寒交迫而引起的 隋扬帝本人挥霍无度 不能节制自己 也是重要原因 对于这一教训 他说 君主好比粥 百姓好比水 水能再粥 亦能复粥 现在天下初定 要想稳固统治 必须修养生息 为达到这个目的 他即位之初 就一再申明要去奢省费 清摇伯父 选用年利 使民衣食有余 为了节省开支 他把中央各部官员 经减掉原来的三分之二 灾荒之年 唐太宗下令 各州开仓饭祭 并派亲信大臣 到灾区巡视 他还十分注意农食 鼓励农民耕种土地 经过经济整顿 战争中流散的人 都返回家乡 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 农业连年获得丰收 到贞贯八年至贞贯九年时 米苏眉斗不过三四前 在封建帝王中 唐太宗是以 善于纳贱而著称的 每一军国大事 他总要广泛听取 臣下的意见 并能责善而从 因此 在他手下有许多大臣 敢于直言劝谏 公元六三零年 贞贯四年 唐太宗为寻幸东都洛阳 下令征发百姓 大修洛阳宫 当时正值农忙时节 张玄宿立即上书劝谏 陛下自以为今日 财力物力比随时如何 战争创伤之后 百姓万分疲惫之时 陛下要耗资俱挽 一时疲惫之众 大兴吐木 岂不是沿袭前朝的必证吗 由此看来 陛下还不如随阳帝 唐太宗听后 勃然大怒 你认为我不如随阳帝 那么我比暴君杰 咒又如何呢 张玄宿毫不畏惧 坚持说 假若此殿盖城 大唐将要重蹈下 商亡国的覆辙 最终 唐太宗终于停止了 这一工程 大臣魏征 更是一位耿直的建臣 他一生向唐太宗 觐见二百多次 有时甚至当庭 与唐太宗顶撞 面对圣怒的唐太宗 他依然面不改色 坚持己见 直到唐太宗 接受自己的意见为止 唐太宗在五十三岁时病逝 纵观他当政的二十多年 尽管后期屡心疗异 民不聊生 但总的说来 他仍然是历代 封建统治者中 少有的开明君主 他崇尚节俭 励志清明 人民生活相对和平安定 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因此 真冠之治 作为封建社会 少有的大治局面 自然受到了后人的颂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